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众生的根基来说有难和意的差别 那么尤其在今天这样的时代 所以道处大师在安乐吉就说 圣道一种今时难正 唯有净土一门可通入路 那我们弘扬这个法门 有时候也是悲心所感 就会很急切地希望人家来念佛 但众生的根基各个不一样 有的人就是他的根基吧 也就是他的实际因缘 那他就是进不到这个门 或者暂时进不来这个门 他觉得他学的那个都挺好 那怎么办呢 也只好就是随他去了 你讲多了 有时候就会 法上有这个真旨一样 这叫关基 有的时候那无论如何 他有修学佛法 总是值得赞叹 那就我们本性来讲呢 要有那种当仁不让 这种心态 所以人就是慈悲 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应当做的 这就是仁爱 这就是慈悲 不要谦让 那这也是慈悲无加 就是这个法门 把它推给众生 这是自己的慈悲 就像刚才所说的 那么这个门都锁起来了 你站在这个 能够有出门的地方 一定会高声地喊 声音肯定会很高 你会很低地喊 这里有一个门可以过去 那你喊谁能听得到 你一定是扯着嗓子喊 哎呀哎呀 这里有门啊 这里可以通过啊 因为大家都烧着了 这个时候才显示你的慈悲 那我们现在 这个状态就是这样 三界无安 大火都起来了 你就要站在门口喊 只有这个门啊 大家赶紧过来 那么有人认为 他那里是门 那他可以去试一试 那么也可能他 也是一个门 啪 是个窗户 他从窗户推跳下去了 摔蛋一条腿 但是毕竟活了一条命也不错 难行道嘛 其实你说这个 佛法 修行 那以我们来说 和圣道门的修行人相比 我们是 我个人觉得是不好比的 那你怎么能说 这个往生成佛 信心满满呢 这其实 俗话说啊 书到今生读一词 佛到今生修行 早就来不及了 这个 这就是命 这就是缘 人家老太太一个字不诗 她不是靠这辈子来读书来修行 都来不及了 都是累世累劫 跟阿弥陀佛 很深厚的因缘缘分 她有这个命 她就遇到这个阿弥陀佛 她就相信 她就念 她就能往生 你大学问者 你大学问家 你教授 你会懂得很多的佛法的名相 你这个法门就修不来 你就是缘分就不够 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所以在底下 是人情而取佛法 性命交官的时刻 不得不然 那个 也就 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往往这样呢 也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 你看 法门都很好 你们怎么就专门弘扬 这个净土门 弘扬京都能专门弘扬上的大师 而且讲得那么肯定 好像我们都一点分没余 一点都不照顾面子 这个 人情 人情方面的事情 多少也有那一些 那 那 那只是看因缘了 那如果这个人 所以性命交官呢 也就是生成的 关键时刻 那需要 你想到 这个 有人也问呢 进度法门这么好 像你说的那么好 各个念佛都往生 那释迦牟尼佛不干脆讲念佛就完了吗 他讲那么多经典干什么 他讲药门干什么 经常有人问 我说不行啊 怎么不行 我说我现在跟你讲你都不相信啊 就是你直接跟他讲 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的 这就没办法 那就没办法 他不得已而求其次 那就要讲药门 那就要讲种种圣道法门 所以说 上来虽说定三二门 望佛本月 亦在众生 一向专辰谜头名号 我们就感觉到 就是我们在修学这个法门 弘扬这个法门 你就会很痛切地感受到众生的淤裂 我们当然也是众生 还有释迦牟尼佛的慈悲 他为什么讲这么多法门 就是因为众生不相信 你念佛就能往上 那没有办法 才要东绕西绕很多弯子 半年半年拽 拽进来 现在我们去讲 你讲一个新一个吗 骂你的有 不相信的有 说你固执的有 说你顽固的有 说你偏执的有 这个就是根基各个不同吧 第八点 如何在这个 我们说法要高 法要高调 人要低调了 这个不容易做到 那就是难说之法 因为你在讲法高的时候 你说你看 他就会把你连在一块 认为你自我标邦 其实是就法门的利益来说的 这个也就是在 也能体会到 阿弥陀经所讲的 男性之法 难说之法 那上人 我们想到上人 上人就是 一个模范 为人特别的慈悲 特别低调 而且可以讲这个法门 你越是低调 你弘扬的力度越大 因为你积身性特别深刻 你越有积身性 你这个法上面感受的力量 和这种渗透力量 涉化的力量就特别大 它是两极的 那么越是法身性 它也越能积身性 越是积身性 也就越能够对这个法完全的 完全的信受 这个两个是一样的 怎么说呢 就像这个一个杠杆 你如果多往中心点的距 那这样它就没有那种 撬动的力量 它越拉得长 它就越有撬动的力量 所以这个积身性 比较到九平往生 到越到下下平 它这个是到杠杆的最顶单头了 所以它就有撬动的力量 你要是往中间这个点来距的话 它就是转不动起来 所以越具有积身性 越谦卑无物 谦卑就接近无物 那么它弘扬这个法门 力度也特别大 所以上海大师 它弘扬净土法门 它没有站在一个 圣道修行者 这个圣者的立场上 它总是说 自身现实罪恶甚至凡夫 这样它才显示 它的这个力量 第九点 列述中国净土宗制正外传承 大家看前沿都知道了 列述净土宗传承的五个特点 那么上面也说得很清楚 列述净土法门 净土教和净土宗的同意 这个那张表 都说得很清晰了 12题 为何诸师净土教不是净土宗 唯有善导大师的解释 才是净土宗 那我们又列了两张表 就是善导师与诸师师的比较 有一和二 那把那个复习一下 就很清晰了 13题 诸师苏士净土三经 是否也自认为是净土宗 大家觉得怎么样 人家不认为他是净土宗 人家天台宗 他就是天台宗 他如果不认为他是净土宗 他就是被司叛教了 就是说被祖了 他不认为他是净土宗 我们不要自己好心好意 给他安安个白 他也是净土宗 因为他解释了无量寿净 因为他解释了观境 不是那回事 像这个观境最有名的书 就是四名治理大师的 这个观境书庙宗超 人家纯粹就是天台宗的解释方法 他就不会认为 你给他贴个标签 说他净土宗 他也不承认的 他说得很清楚 教宗天台 行归净土 他就是天台宗 他就是华言宗 所以我们要清晰 你不要自己乱戴帽子 那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宗派 然后会说人家 你看他在讲净土 他在说往生西方 那他是净土宗 我是听他的 不是那样 只有善导大师 这一脉才是净土宗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来分析他呢 就是你要学习这个法 你要找到纯正的这个法脉传承 你种地 你要找到老农 你找工人去学种地 找错对象了 就是你要学净土宗 那要找善导大师 这是对的 那说我就是天台 我就是天台的子孙 我就学天台宗的 那你一句天台的教法来学净土 那是可以的 你就是你自己已经自认天台子孙了 那没关系 那我们很多人 他自认是净土的 专修净土的人 但是他找不到自己的祖宗 他找到那些 根本就不是净土宗的祖宗 那你怎么去学习呢 这个就是自食物他了 第十四题 教宗天台 行归净土说之产生 以及对后世学人之影响 这个产生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天台宗的人 他本身修学天台宗 但是感觉很难 今生 了生死成佛道 所以他在教法上 虽然以天台的理论 作为他的修行的指导 但是最后的归结点 我还是要念佛求生西方的 所以这样是天台宗的人 教宗天台行归净土 那第二就是净土的学人 净土的学人 他是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但是他没有接触到 上的大师这一个系列的 完整的教法的思想 那么他需要有一套理论来支持他 他就在里面选一个 或者选天台 那就教宗天台了 后来选了华言 就是教宗华言了 所以这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么一个背景 那么他对我们学人的影响 是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也讲过了 就是在这个教就是理论 行就是实践 在理论和实践上面 产生到这个错位和偏差 这样你走一趋路来是很难的 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一样 我小时候骑自行车 这个龙头巴子的不稳 它是歪的 那你要骑车就很麻烦了 它不正 那开车也这样 这个方向如果不行 你就开了很费劲 很容易出差错 那么叫它就引导这个方向的 行就是这个轮子 它必须是一致的很妥贴的 你以善导大师的净土宗的叫法 你来修持净土的法门 这个就是骑自行车龙头很正 这个车的方向很稳 这样就安全 快速 后面有一些糊涂人 自己学净土 他好像说 你看我要没有一个 好像那么说的过去 很有智慧的一个理论 来知道我 显示我 那个只会念一句佛 跟老太太差不多 然后把它档次搞低了一样 然后他一啃 天台三大部 什么来去啃 然后我要叫法上一句天台 那不是多此一举吗 不必要 你去净土宗 你就把净土的这个教理 好好的研究 当然行有余力 你可以再看一看 对于我们净土的教法的弘扬 会有一些补充的作用 那是第二步的 那第十五呢 是说这个 是举这个比喻的例子 也说过了 全自动的洗衣机 也就是讲我们这个净土法门 是全佛力的 全靠阿弥陀佛愿力的 用半自动和手动的原理 附加使用说明书 这是指呢 圣道法门 圣道的诸师 他与他自己所理解 自力修行的法门 就是手动的原理 他来解释净土宗 或者是半自力半他力的 就是半自动的 这个洗衣机的原理 来解释全自动的洗衣机 那一定会把洗衣机搞坏掉 衣服也洗不干净 达不到效果 也就是说对佛法的理解 净土法门的理解会错误 同时自己修行往生困难 第十六呢 略述本书的三分结构 就是那个 我们画的那个图表 大家可以看一看 总论 分论和结论 续分 正宗分 流通分 也可以讲续论正论 和后面的这个结论 第十七略述本书的 一准 及智力方向 我们这本书啊 就是 净土宗概论 他一准的是 善道大师 这一系列的思想 他说智力的方向 就是说 智力于净土宗 教育建立之根本 那我们前面讲到 说这个前沿呢 所谓定调子 戴帽子 调子就定在这个地方 就定在这个 善道大师 这个弦上面 这个调上面 戴个什么帽子呢 就是要 对净土宗教育建立的根本 这是我们智力的方向 那我们在听的时候 在讲的时候 在学的时候 都是在这个地方的着力 第十八点 一意说明各章的关系 就是用人体这个比喻 大家呢 自己复习一下 下面我们来 学习第一章 净土宗义概说 首先还是看讲义 讲义第五页 讲事 就是在后面的十章内容 我们在讲解的时候 有一个讲学的模式 我们按这个模式来讲 这个模式就大分六项 具情具缺 就是说根据每一个章节的情形 或许是六项完全都有 或许有五项 四项 三项 有具足的 有缺减的 哪六项呢 第一是来意 来意什么意思呢 来就来龙去脉的来 就是说这个章节 它的必要性 为什么要有这一章 它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 第二就是这一章 在整篇的上下文的关系 它为什么放这里 不放前不放后 那么这样会便于我们的理解 所以这个是来意 首先呢 要了解这个章节 它的来意 那你才能够正确地来理解它 它一定是有次序的 而且一定是有必要的 就像我们演戏一样 这个角色上来 它为什么要配这个角色 它是一套道理 导演为什么安排这个角色 那么为什么这时候上场 它这个都有它的关系 所以这个来意呢 是要说明这些 第二是大意 大意就是说 这个本章节的主要内容 简直地说一下 第三是次第 那么这样的内容 是怎样的展开的 它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这个次第对我们理解 也是很重要的 次第不能乱 像这个房子一样 你总是从一楼到二楼 到三楼 你有这个次序 这个次序就像顺藤摸瓜一样 哪怕你再笨 你能顺这个藤字去 闭着眼一摸 一个节 两个节 能摸到这个瓜 那我们学习 我们前面讲读书于三仙 如果就每一篇来讲 它是有几个步骤的 第一个 你要了解它的文具 第二 第二了解它的组织 第三个得出它的核心 这个你才会把这个书 就这一篇你读完了 不管是一本著作 还是一篇文章 你要这么读 这个文具 一般的人就是看文具 看完之后呢 他怎么办呢 就是挂一路万 这个一文解义 然后得到这一句 因为他的心里面有这个认识 他就看这一句 跟他相应 他就记住这一句了 至于说这个组织结构了 顺头摸挂 他根本就摸不出来 读哪里就散哪里 散哪里就忘哪里 这样是不会读书的 那你读书一定要 这个文具当然是一个基本的 要了解它 然后通过这个文具 其实文具方面 有些不知道的也无妨 你要抓住它的组织 就是它里面的脉络 它的次第关系 一节一节一节摸下去 然后呢 通过这个组织架构呢 能够把所有的这些文具的 这个意义都能够抽出来 就像那葡萄一样 它这个一块一去 一迁起来 全部都有了 那么通过这个组织里面 再摸索下去 得到它的核心 这样你就是把 这个整个这本书 它核心只有一个 它的组织只有一个 那你就能看出来 像上大师 他解释观金 他就摸索出来 最后的一个结论 这个核心 上来虽说定三两门之一 忘佛本愿 亦在终生 一向专成弥陀佛明 这就是整个观金 他得到点了 他这个观金 你摸索透了 把这个核心得出来 这就是会读 那我们的这个次第 就是它的内容的展开 前后关系 第四分科 分科就是有关 内容的组织结构 这个有小科 有大科 有细的 有总的 第五是示意 就是逐句的解释 逐句解释里面 可能会补充一些表格 一些资料 引识一些内容 回答一些疑问 这是在讲解的时候 前面四条都是大的框架性的说明 那么逐句解释就是第五条 那第六点就是复习思考 所以我们这个讲学的模式 是一个六项 那我们先看第一章 净土宗一概说 这一章的来意 它为什么要有必要存在这一章呢 那底下就用几句话 说开展之前 所以开展要把整个净土宗的法意 把它打开展现出来 全面展开之前 要先把它的总体概括去拿出来 灵气大概 所以这是它放在最先面的一个原因 这叫做来意 那大意呢 这一章里面有三节 有宗的定义和特性 善导开宗 还有净土宗树药 这就是很明了的 以这第三节 净土宗树药为主要内容 次第呢 这三节的关系是有次第关系的 不能够错乱的 第一节就放第一 第二节就第二 就前面位后面铺垫的 第一节就衍生出第二节 第二节就接规到第三节 那么第三节呢 是最后的一个接规 这是它的次第关系 你了解这个次第以后 你自己去表达一个问题 或者你写一篇文章 你也一定是有规矩的 一定有这个次第关系 那别人听起来就很清晰 不要后面说到前面 前面说到后面 那分科呢 就像目录所显示的一样 这个 不过呢 底下又说明了 各章大科分为二 怎么叫大科呢 就是每一章当中啊 分成两个大科 就每一章的第一节 一定是解题的 是解释这一章的题目 比如说我们第一章 第一节说 宗的定义及其特性 净土宗 那么它是要解释 净土宗这个宗的 它这个题目 那么第二章 净土宗较像叛事 它第一节就是 较像叛事之意义 它也是解释这个题目的 这第一个就是解题 那么第二节以后呢 就是对这一章的内容 来正式的表述它 所以呢 就是分为这两大科 那么解题有什么必要呢 解题有四个 有四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 就对这一章的 章题的名目 它的意义 做一个解释 那第二呢 它也是定一个调子 我们讲这整一本书 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定调的内容 就整个这个净土宗概论这本书 是对我们整个净土宗的教义 是一个调子 是定调的 那么其中呢 这第一章 又是对十章的内容 一个定调 那么每一章的第一节 又是对当章内容的定的一个调子 这样让你每一个地方 你都不会跑开 都会紧紧地扣住 我们这个净土宗的 根本的这个教义的地方 这调子定的很准 不能让它偏差 所以这个是定调 破疑难 那么同时呢 大家可能对这一章里面 它有怀疑的 或者有这个防难的地方 要破除它 那么第四呢 立正信 让我们对这一章的内容 对整个净土宗的内容 建立一个正确的信心 信仰 有这四方面的作用和功能 这是解题的必要性 那当然了 我们的讲义资料 也都有一些图表 这个图表也是分科 这个就比较细一点的分科了 这分科有这几项 一个是目录的分科 一个呢 是各章大科为解题和证数的 两大的分科 再一个呢 是每一个章节当中 有细小的分科 那有必要的 我们就画图表 我们来看第一节 宗的定义与特性 还第一条 第一项就来意 为什么 你净土宗一概说 这一章当中 首先要放出这一节呢 这就解题了 来意那边 那么这一节就是来解题的 就是为了了解净土宗 要先了解什么是宗 对宗这个正确了解之后 这个调子就定下来了 比如宗 它有它的定义是什么 它的特性怎么样 它的要素是如何 那么有了这个调子 你拿来 作为一个尺子一样 一笔量 上了大师 它符合这个定性 符合这个特点定义 它才是净土宗 这个调子就定下来 就不会偏 所以这个首先 它解题就是这个作用 是为了了解净土宗 你先要了解什么是宗 所以那个宗 就是它的定义是什么 它有什么特性 它有什么要素 这必须要给它交代清楚 就好像我们要了解 这个苹果 苹果是个具体的 它的内涵 外延 它和水果 它有互相的关系 那你先要说明 什么是水果 然后再说 这个苹果 它是一个 被包含的关系 然后我们来看 它的文 这个当然 我没有画 细的分科图 因为很清楚了 第一段就是宗的定义 宗为尊从主之义 大家可以查佛学词典 这个是奎基大师 在大乘法院一龄章当中 他来解释的 这个宗他用三个字来说明它 这是字义 从字 汉字学来说明它的这个意思 那么引申起来 就有独尊 统设 唯一 最圣 等义 讲尊讲从讲主 它不就这个意思吗 你主 主还有几个 只有一个 那主也是最圣的 那主就能统设 在这些成熟 那尊是独尊的 所以它有这几项的意涵 那么根据这样的意涵呢 底下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 也就是 在佛说一切法门当中 这就是说 整个建立宗派的一个范围 他不如 比如说净土宗 我就讲净土法 不是 他是整个一代佛教 就为他立宗的一个基盘 在佛说一切法门当中呢 独尊某一法门为主 如果我们净土宗 我们就独尊念佛为主 那么禅宗呢 他就独尊 他这个明星见性 以他为主 所以独尊某一个法门为主 那同时呢 以这个法门来统设 起于所有法门 这样的一个教义体系 就成为宗 也成为宗派 所以我们宗 其实是一个教义的体系 它里面一解 第一个 它的基盘是一代佛教 第二个 它里面一代佛教里面 有一个主的法门 那么净土宗就念佛为主 那么第三个 这个主的法门 必须对所有的法门 有一个统世的关系 这样这个宗 它就是建立起来了 不然怎么能立宗呢 所以它有体系性 它这个是非常 像科学的 很科学 不如现在什么人 他立个宗 搞个宗派 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它由此可知 宗有这样几重特性 前面是简单的定义 那么哪几个特性呢 第一是独尊性 独尊某一法门为主 唯一而无二 不可能 由于之并列 平等的法门存在 在这个宗派之内 那一定它有它一个主的法门 这个是独一无二的 最高峰的 没有跟它平等的法门存在 大家绝对不要听得很奇怪 说法华平等啊 你怎么讲不一样 那是两个概念 那是没有宗的时候 才能讲的 讲宗那就不一样 一定有独尊性 不然这个就不成为宗 每一个都一样 禅又禅的独尊的 法华又法华独尊的 华原华原独尊 那我们净土就独尊念佛了 那统设性 依此独尊无二的法门 统设其余一切法门 这是第二个特性 第三体系性 在这一宗之内 所有的法门 依其象状 地位 价值 作用等 各安其位 什么叫象状呢 大小啊 顿法 剑法啦 等等 那地位 它是在这个整个复法当中 是站在什么地位上 它有什么样的价值 它的作用是如何的 这样呢 每一个都按照它的位置 形成完整而严密的体系 这就是它的体系性 那我们以这个定义和体系性 来判断的话 那善良大师 他才够这个资格 善良大师这一系列的思想 才够这个资格 我们接下来看 宗为佛教自印度 传入中国之后所形成 在印度是没有的 到中国才形成 教理上完整意义的宗派 必须具有宗派名称 教相判事 正义经典 法脉相成 这四个要素 简称宗明 教判 经典 相成 此为一宗成立之要素 当然初学的人 我们也就是把这几个概念 了解下就行了 这个教判经典相成 后面三张内容 接下来都会详细地展开的 下面呢 也一张表 宗的克性 有着三性 宗的要素 立宗的要素 有着四个要素 这就是呢 第一节 那我们看讲义的话呢 有一个补充的资料 对 这个补充资料 这篇文章啊 就是略谈中国佛教的宗 在净途宗网站上面有 那我们编的净途宗简报 2013年3月号 有这篇文章 这是我写的 我想这篇文章呢 也跟大家共同学习一下 因为跟第一节很相关 略谈中国佛教的宗 那么分成几点呢 分成了五点 第一点说 中国佛教宗派的成立 第二点是 中国佛教宗派的演变 第三点宗的定义 第四点宗的特性 这刚才我们说过的 第五点呢 是成熟完整意义的宗 那我来边读 边跟大家交流 一 中国佛教宗派的成立 普通人说话 做事 写文章 都要有宗 也就是俗话所说的 万变不离其宗 这个当然是有一定的水准和学养的人 可能有的人就没有什么宗 稀里糊涂的 但总之他也是有他的意思 他的主旨 他的目的 这个都是要有宗的 那么佛教修行 当然更要有宗 这是大事 小事都要有宗了 你写一篇文章 没有宗那叫什么文章 有所宗 你才有主心骨 才能够左右逢源 贯彻始终 不会自乱阵脚 进退失聚 这就是宗的重要性 就有了宗以后 这个人 你修行也好 他有主心骨 这样人样 这个脊梁就有了 那么你遇到任何的语言评论 你会左右逢源 就不管是左是右 你就会在源头的地方 契合 缝就是缝运 就怎样他就会 归在源头这个地方 这样我们学净土宗 我们以本愿 阿弥陀佛本愿 作为我们的主心骨 这样你就会 不管人家再怎样说 你不会动乱 你有主心骨 那同时怎样的千变万化 你都会会到 阿弥陀佛本愿这个源 源头上 佛的本愿是怎么回事 你就不会动摇 那么也会呢 这样就贯彻始终 我从粗发心 我来修学这个反问 到最后 我都贯彻在 这个主要的 宗的立场 线索方面 所以这样不会自乱阵脚 进退失聚 所以进退失聚什么呢 没有宗 没有宗的话 别人这样说 就是被别人语言 说左右 说东好就往东偏 说西好就往西偏 这个你修行到什么时候 你没有方向感了 那就不可以 这说明宗的重要 当然这个还不是宗派意义的宗 这是一般性的 讲那个宗的意思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 最初是经典翻译 往往一场 同时也是教学的地方 就是翻译一本经 这个译师 翻译的时候就会讲解 他有正义 有好多人在一起合作 他边翻译就边讲解 那讲学一本呢 也会是在流通 在这个试面上就会流通了 比如阿弥陀金翻译出来了 编翻译的时候 这个 救母罗斯大师翻译 他肯定有所解释 然后这个书 这本经典翻译出来之后 就会流通到试面上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还比较单纯 就一本一本的 翻译很少吧 就翻译流通 讲学而已 所以也没有什么 宗不宗的问题 这个当然是指宗派 这个宗的问题 但是随着经典翻译的累积 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 底下列了三点 第一点呢 是佛教经典法门很多 号称八万四千法门 好若阎寒 一般人不可能都学这个法门 那怎么选择呢 翻译了这么多经典 都是佛所讲的 我要怎样选择 我哪一本经 什么法门 这就成问题了 这就有这么一个形式存在 第二 就是诸经典法门之间 存在了很大的差异 要如何分判抉择 理出头绪 这都是佛所说的 然后它这个里面差别很大 因为对极说法嘛 都不一样 那我们怎么样 把它理出来 这就是也是一个 实际的情形 第三点是 人事教学的不同 就这经典传出来之后 在外面流通 那么很多人在解释它 也在这个演绎 它的这个教学呢 都不一样 同样一部经典 往往有不同 甚至是矛盾的解释 有人这样解释 有人那样解释 互相之间 我们后学的人 学人要以和为准 那我要怎么学习呢 比如伐花经 那我到底怎么学 阿弥陀经我要怎么学 首先就这么多经典 我学哪一部 我为什么学这一部 我要怎么学这一部 这个都是很自然的问题 就出现了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 作为一个修行人 他必然会在心中 反复地询问 我想这一点 如果我们大家 踏踏实实修行过 这个问题都会存在 像我们本人 学习这个法门也是一样 现在资讯都很发达 电脑一打开 什么都有 南传的 北传的 藏传的 汉传的 小称的 大称的 这么很多 你要学哪一个 你怎么去选择 这个问题是个问题 在你心里边 你就肯定要反复思考 这个问题 金人古人都一样 所以他有几个问题 反复地询问 我要修行哪一个法门 我要修行什么法门 不是说 谁说好 就学哪一个 你怎么选择 那我为什么要学这个法门 理由是何在 那我又怎样去学这个法门 我跟着谁学 以什么为标准 那又如何看待其他法门 那都是佛所讲的 那你学这个法门 你能放心吗 你能安心吗 别人说我法门比你更好 你怎么那么执着 你可以学这个法门 那你怎么样去 这些问题都会存在 这些问题 你如果不能够把它化解的话 你就走不过去 所以这个问题 是实际都存在 那么一开始呢 这只是个人的事 带着随机性 就是他一个人 他这样想 但是呢 当这些问题成为普遍性 而普遍觉醒了 这种意识的时候 整个佛教界 便萌生了创宗运动 这不成为一个个人的问题 就所有的修学人 他在心中都在问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学这个法门 我学哪一个法门 我为什么要学 我怎样学 我对其他法门要怎样看 每个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就成了创宗 他必须要有宗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不然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 就成为 就是一谈宗 那怎么现在 其实很多人修行 都是一谈宗 终于经过数百年的努力 到了隋唐时期 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大乘八宗 这不是短时间的事情 也不是少数人的事情 是经过几百年 因为大修行都有这个问题 慢慢的师资的培养啊 教育的燕修啊 累积到一定程度了 这个时候到了隋唐时代 才顺势开除大乘八宗 所以这个是非常的一个过程 这个八大宗派呢 其实是为大众提供了八套 指导修行的理论系统 因为每一个人都存在这个问题 这个有智慧的大德祖师 他就会建立一套系统 那么这套系统呢 指示你修行 不然的话 你会都给你绊住了 这个系统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我们天上这个叫做 GPS导航系统 有美国的GPS 有中国的北斗 有俄罗斯的什么 还有什么欧洲的 好几套 每几套 每一套对它的长处 它的特点 那我们这个八大宗派 其实就是八大系统 它指导你每一个人 你要怎么修行 它这里面都有它的规范 所以你不了解 你会觉得说 它多次一举 你了解觉得 这是必不可少 你可以选择 你说你一架都不选择 那你自己看 那你就在地上跑 你只有蹬到山头上 一看 顶多看 出于五十米 那如果你有GPS的话 那就跟这个系统 导航前进上了 那你整个 这个系统 就所谓地球 所谓整个八万四千法门 你都在你一个系统之内 你怎么走 就很清晰 所以它这个非常有必要 佛教宗派 佛教宗派 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所形成的特有现象 亦是中国佛教之根本特色 这就是在印度是没有的 这是我们中国佛教 如果讲根本特色 它就宗派佛教 这是在中国这个环境 这个音乐情况下 必然有的现象 说到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 人们往往关注的是 那些开宗立教的大祖师 所起的作用和贡献 这本无可厚非 那当然嘛 讲到开宗立教 肯定要讲到天台宗 智治大师是开宗祖师 那净土宗上尔大师 就是实际的开宗祖师 这个肯定都要说到这里 但是如果更本质的来看 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 绝不只是几个屈指可数的祖师 八大宗派如果开宗的话 就八位了 就八位了 不是这几位 用它短暂的一生所能完成的 不是这样的 而是综合了自佛教出入中国 一直到隋唐时代 总共六七百年间 所有佛教徒 共同探索追求 共同参与其中的成果 所以这个宗派创立 它是这么一个浩凡的功臣 历史六七百年 涉及到所有的佛教徒 它是一项持久而广泛的群众运动 那么借由诸宗开宗祖师们的智慧 而有了画龙点睛 临门一脚的功效 前面虽然是这么多人在做 但是他并没有把它完整的显现出来 把祖师出来了 实际姻缘成熟到了 画龙点睛一点 活了 临门一脚进了 宗派就创立出来 这么一个过程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深厚的群众土壤 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 才成为佛教在中国真正扎根繁荣的标志 从此影响久远 并昂熟阔步的走向世界 如果没有这样广泛深厚的群众的基础 你怎么能说这是宗派佛教 是中国佛教根本特色呢 你怎么又能说 它是中国佛教的繁荣的标志呢 你怎么又能说 它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成果呢 它这是完整的 整个这六七百年间 慢慢逐渐的推演 逐渐的成长 所以它成为中国佛教真正扎根繁荣的标志 而且有这样深厚的基础 影响到 知道我们今天仍然深受影响 所以影响久远 久就时间久 时间远 同时地域也很广大 从中国走向世界 昂熟阔步走向世界 所以佛教虽然在印度作为祖国 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 就是因为宗派佛教这个创立 这宗派佛教是祖师的这种大智慧 智慧的结晶 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事 也是世界佛教史上的大事 大事因缘 有着不可逆转的必然性 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宗派创立是佛法修行事件的现实需要 你不想修行佛法 你只要想修行 在中国这个环境当中一定会出现这个一个结局 是选择法门 修行法门 弘扬法门的必然 这三个过程 从我们个人我们选择法门 那要依靠宗派理论 那我们修行法门 也依靠宗派理论的指导 那如果我们要自信教人性弘扬这个法门 我们仍然离不开宗派理论系统的指导 这是它有它的必然性 现在有人不了解这些 以为宗派理论很繁琐 宗派建立没有必要 甚至以门户之鉴 笔薄之 就是笔事 看不起 可以说是短事无知 那么非常短且 也不了解这个背景 也不了解佛法生存的必然空间 一定要这样走 所以说这方面是不了解的 没有宗 就这些人来说 他自己没有宗 他没有说我以哪个为 他没有宗 甚至也没有宗派的意识 他也不知道说一定要有一个宗 他连这个意识都没觉醒 可以说他的修行上根本还没有起步 就是很模糊的糊涂的人 糊涂人 胡子眉毛一把抓 这都是佛讲的吗 他这个就叫胡子眉毛一把抓 那么达个比喻像什么呢 犹如入大海而弃南征 行暗路而迷北斗 你进入大海里 把指南征给丢掉了 那这大海忙忙让让怎么办 所以入大海 弃南征 这佛法耗入烟海 你在修行 说把宗派不要了 那你把八套系统 你一套都不要 你不知道指南征都丢掉了 行暗路 这个自己没有智慧 迷暗的 结果呢 夜晚还可以靠北斗心 去指示方向 但是北斗心给你盖住了 遮住了 这个你不就是自己迷失了吗 那么自己还每期明曰 兼修兼红 圆容无碍 这个是佛门自觉其根的衰向 这是当然有点批评的意思 讲我自己夸大其词 就看不起祖师 认为祖师多次一举 你搞门户之见 你搞宗派 你看搞得不圆容 这个应该兼修兼红 我们应该 兼修兼红 这个话都说不清楚 什么叫兼修兼红 说我又想修圣道门 在这个世界 那个 成佛 我又想修净土宗 到净土成佛 矛盾的话嘛 对不对 你想修净土宗 到净土成佛 那就不在这个世界成佛 你想修圣道门 在这个世界成佛 那就不到净土成佛 说我兼修兼红 你怎么兼修啊 我又想修净土 又想往生 又不想往生 不存在的问题 当然了 用意是好的 用意是好 但是这个方向不够明确 那么这样所谓的 圆容无碍 恰恰有个障碍 那么各个宗派的 各个宗派的创立 反而是圆容无碍的 因为他宗派的创立 它是整个佛法 作为基盘的 那么每一个法门里边 在它是有安利的 所以它本身是圆容的 那么这里面呢 它有一个为主的法门 它并不是说把这个系统破坏了 然后呢 再比较高低 不是这样子 所以佛教到了今天 佛法衰为 衰为的表象之一 就是没有宗的意识 那我们之所以要学习 善导大师宗派理论 要讲学净土宗概论这本著作 就是唤醒大家宗的意识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一样的 很茫然 东讲西讲 也要有凯定古今这么一件事情 这么一个必要性 也要有一个立宗的 这么一个必要性 当然我们不是那种根基 那么善导大师已经创立了这个宗派 就是把这个宗呢 把它全体的形象 它的特质 我们正确地了解它 就会呢 就像进到大海 我们有指南针 像往上走路 我们就有北斗星 这样我们心中就明确 就方向 特别是弘法部教的人员 一定要有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宗学理论的素养 应该要有的 好 谢谢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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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